自打养了这条高加索犬 男主人就没有一天能放松警惕 即便出门时戴了嘴套 他也如临大敌般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 因为一旦出现其他小鬼 这个大家伙会不要命思地向前扑冲 就连160多斤的主人 都被拽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 就在当天上午 节目组按照地址找来了求助人家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标记处并非普通名宅 而是一家旅馆 紧接着旅馆老板出现了 对方头戴牛仔帽 身穿皮马甲 留着长发还扎了两个相当新潮的辫子 活脱脱一副西部牛仔的模样 在对方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来到屋顶 看见了那只出问题的大家伙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出 这条高加索犬体型到底有多大 三位摄像人员按照身高排序依次进入 没想一里八六的壮汉 在这条狗面前 都被衬托得娇小了几分 而这样迎面对视之后 他们感觉自己见到的根本不是狗 而是狮子 男主人说这条高加索犬今年四岁 本来是亲戚家母狗下的崽子 那一窝总共三兄弟 老大和老妖两个月就都被买走了 唯独这条狗半岁多了还无人问津 亲戚想着他自己开旅店 属于有钱又有闲 就把狗送来了男主人这里 虽然他也是第一次养狗 但这期间不断摸索学习 倒还把高加索犬教育得不错 起码像今天这样 就算看到工作人员举着相机进来 也没有表现出过分激动 主人让坐下就坐下 让趴下就趴下 即便换成节目组来下达指令 高加索犬也只是小声低喉表达抗议 但身体行动却很诚实 见他这副模样 工作人员不由地松了口气 想着对方连陌生人的口令都听 肯定不会攻击性太强 哪只男主人突然请了位朋友上来 而高加索犬从看到对方的瞬间就开始狂吠 朋友稍微一动他 他就刺着牙发出咆哮 朋友说这条狗小时候特别乖巧 完全不是现在的模样 大概一岁半之前自己还经常来看他 那时候不仅能随便摸摸 甚至还尝试过骑在狗身上 无论怎么打闹玩笑都从不生气 直到一次事故发生 让他再也没有来看过狗 那天男主人在楼下忙活 朋友自己在屋顶逗狗 他像往常一样把零食丢进笼子 然后撑着胳膊想摸摸对方 没想高加索犬冲上来就咬了他的手 直到三年后的现在 还能清晰看见虎口处的撕裂痕迹 虽然朋友没有追究责任 但那件事之后 男主人对狗的管理更严格了 他在通往屋顶的门上贴了警告标语 平常没人时就把门锁住 即便自己在场但有外人来访 也会将高加索犬关进笼子里面 杜绝一切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 不过让节目组没想到的是 狗狗进到笼子之后 反倒表现得比初间更加狂躁 摄像机稍一靠近 他就刺着牙发出咆哮 先前面对面的时候 仅仅低吼而已 现在却明晃晃摆出了咬人的样子 见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冷静 工作人员只能暂时撤退 将空间交还给男主人和小狗 结果他们前脚离开 高加索犬紧跟着就消停了 接下来20分钟左右 他挑了个舒服地方安静趴着 仿佛从来没有展露出狂躁的一面 等到狗狗彻底平复下来 男主人给他戴好嘴套领到了楼下 但是他面对路人时的样子 和在屋顶见到陌生人完全不同 高加索犬不暴冲也不乱叫 就跟主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慢慢溜达 周围行人虽然不会靠近 但看到如此帅气的狗 都会拿出手机拍照 这种平静的散步模式 维持了大概十几分钟 一直到他们碰见邻居家小狗 战火猛地烧了起来 对面可能是太害怕了 所以从高加索犬经过开始 就忍不住吠叫 声音听起来又高亢又凄惨 而男主人这边 也在接连不断地刺激下激动起来 拖得他几乎拉不住绳子 好不容易迈过第一道看 没想走出不远又碰见了第二只狗 这次对面的博美明显被吓坏了 他一边疯狂吠叫 一边还举着手拜拜求饶 但从高加索犬的反应来看 似乎比刚才那两只骂得更脏 因为他一路扯着男主人 直接把博美和对方主人赶回了屋里 因为这种对人对狗的攻击性 导致男主人每次出门都提心吊胆 附近熟知他情况的人也避之不及 而这次之所以得节目组写去申请 他也没有妄想让这条狗拨得别人的喜欢 只是希望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攻击性 又该怎么做才能安稳生活下去 起码不能连日常散步 都给身边人带来麻烦 这次薛专家来到求助人家里 刚看到高加索犬也被惊住了 当他和节目组一样 在男主人的带领下走到笼子面前蹲下时 狗狗同样发出了沉重的嘀吼 但神奇的是 不到5秒就自动停了 双方面对面相安无事 听着专家的问题 男主人也有些摸不到头脑 他干脆直接找出预录画面 翻到朋友前来拜访那部分开始播放 没想刚看了的开头 专家就开始疯狂摇头 专家告诉男主人 在和具有一定攻击性的犬种碰面 或者见到完全陌生的小狗时 最忌讳的就是直接对视 正确的接触方法是侧过身子蹲着 或者单膝着地 像他朋友那样微微弯腰 用一种高姿态腐式小狗 这已经不是引起反感 而是在高加索犬的雷区蹦迪了 紧接着他又听到画面里说 朋友和这条狗以前相处得很好 不光试图骑过 甚至还用手抓过狗狗的嘴 这一下专家是真的没话说了 他只能感慨一句 如果做了那种事手还健在 只能证明这条高加索犬并不是咬人的狗 因为以对方的体型和力量来说 他如果真想发动攻击根本来不及躲 而且要是下定决心咬人 手肯定当场就断了 专家翻出狗狗在笼子里时 工作人员慢慢靠近的画面 他让男主人仔细观察 高加索犬那时候 是不是一直在斜眼看人 这种举动在小狗的语言体系里 并非挑衅 反倒是躲闪跟退避的一种表现 他感觉到很不安 想避开面前的陌生人 他不想吵架也不想攻击 只是不知道陌生人要对自己做什么 所以才斜着眼睛确认情况 如果再往后继续 观看工作人员离场式狗狗的反应 会发现他一直在低头眨眼睛 还不停地用舌头舔鼻子 这都是恐惧和压力的外在体现 同样翻看到双方出见的画面 高加索犬做出了明显的退步动作 两只耳朵也垂了下来 似乎在想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如果他真的是那种攻击性极强 见人就咬得狗 那第一反应不该后退 直接就扑上去了 既然确定了高加索咬人的原因是出于防御 他被吸引了才会往那边冲 综合上述几点情况来看 专家基本可以肯定 这条高加索犬虽然外表凶恶 但绝对不是那种主动发起攻击的狗 但在准备解决方案之前 他必须确保自己的认定万无一失 所以专家请男主人给狗戴好嘴套 又让在场所有工作人员保持不动 接着松掉牵引绳 看看高加索的反应 起初那一分钟 狗狗就趴在原地 完全不在乎周遭的陌生人 于是专家让男主人拍拍手 把狗叫起来动一动再看 不过这回因为站位问题 高加索犬想去找主人 必须得从他身边经过 而就在双方距离不足半米时 狗狗突然停下开始小声咆哮 没想专家突然扭头 避开了他的视线 无论高加索犬叫不叫 专家都摆出一副无所谓不在乎 就像看不到这条狗的模样 结果半分钟不到 对方主动退让原地坐了下来 之后不管专家怎么挪动 他都不会再乱叫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高加索犬只是不喜欢别人靠近 社交性相对较差 尤其是当他身处龙子这种密闭空间时 除掉男主以外的任何人靠近 都有可能导致他攻击性变得更强 所以之后首先要做的 是为狗狗创造一个能让他感觉到安全的空间 并且让他对陌生人建立起良好印象 比如现在每天如果是男主人负责喂食 那零食就由其他人来给 专家抓上一把好吃的朝门边靠近 这时候无论高加索叫不叫 都直接把食物丢进去让他吃到 先给点甜头打好关系 如果不叫了 就在门边稍微等待一会但不给零食 要是接下来他再次废叫 那这个叫声的含义不是警惕 而是控诉为什么不给食物 这种情况下不用搭理他转身就走 然后继续重复刚刚的训练 不过要变成什么时候不叫了 什么时候才给零食 让高加索犬意识到 过来的陌生人会给自己好吃的 但自己不能叫 如果叫了就没有了 这都变成了 至于该如何解决见到小狗就兴奋的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毕竟每次都不是这个大家伙挑战 无论主人把他教育得多好 被同类贴连找茬都是犬类无法容忍的 所以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是在高加索犬便兴奋之前 就迅速把他带走 一行人来到玉露时碰见的两条狗附近 相隔差不多50米 专家就让男主人命令狗狗坐下 先稳定住他的情绪 如果一次没听懂也不要着急 保持原地不动让狗狗待一会 然后再下达第二次指令 接下来 男主人需要和高加索犬调换位置 阻挡在他跟小狗中间 不过因为狗狗力量太强 前几次最好找个人一起出门 当他试图冲到小狗面前时 直接扯住绳子将他拽走就好 而这时能明显看到 只要度过双方面对面 冲突最严重的那一小段 高加索犬就不会再执着于同类了 反而很快就能恢复阵底 继续像平时那样贴在男主人腿边 回家途中 专家甚至让男主人 偷偷把牵引绳递给自己 可狗狗即便看到了也没什么反应 似乎并不介意绳子 是否在陌生人手里 随后他又交给了男主人的弟弟 可高加索犬依然慢悠悠地走着 哪怕被人摸了几下也毫无反应 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凶悍模样 而课程最后 专家又叮嘱了一遍注意事项 一方面是请朋友来投喂零食 让狗狗降低对陌生人的警惕 另一方面是尽量规划出一条散步路线 最好可以避开固定的狗窝 或者容易撞到其他小狗的地点 毕竟没有外界刺激 高加索犬就不会兴奋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狗狗会生活得更加轻松 周围人也会对他有所感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如果拿这条高加索犬 和之前住在牛棚里的那两只做个对比 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他胆子特小 牛棚里那两只光是警惕心就比他强上很多 看见陌生人直接扑到围栏上狂吠 和同类发生摩擦更是直接见血 可这家伙只敢趴在地上低吼 哪怕呲牙也只露出来几颗 出门遛弯更是乖巧的不成样子 所以从侧面来看 男主人还是把他教育得相当不错 只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多一些解读 相信他按照方法训练一段时间 狗狗肯定很快就能有所变化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